当然你希望100%的话,你可以加入那个什么,Babel的project 你可以帮助他们去翻译,翻译完之后再传给他们,他们会很感激 只是这种事情的话,当然做的很少,用的很多 做完毕之后的话,接下来要怎么样切回到英文版 比如图完之间,你希望要,可能刚好有某一本书,里面是英文画面 你要刚好,你的环境又中文,英文,中文,英文,你会搞不清楚 怎么办呢,教会一个方法 先拉一个捷径到桌面上 右键,我是用按右键按住拖拉过来,在此建立捷径 然后再按右键内容 右键内容之后的话呢,这边请你在目标的EXE 空白就是给他下个参数 那个参数就是我要决定他的语系切换 那我们英文版的话是EN 所以DASHNL DASHNL就是切换语系的参数 DASHNL 然后双引号,两个的话就是你后面要的语系名称 那因为里面有个语系名称叫EN,它的英文版就是EN 所以也就是说我在捷径按右键内容的时候呢 加上这个东西 DASHNL 记得要空白 然后呢,再参引号EN 这样的话呢,把它确定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捷径就会变英文的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 有没有发现 Select a workspace 变英文的 按OK 进来之后的话呢,会不会是英文的呢 现在Loading有没有 这些讯息都会是英文的 进来也是英文的 那你想说,老师呢 我还要一个中文怎么办呢 很简单,你再拉一个捷径怎么样 放开,再直接捷径 这个是中文 这个是英文的 也就是没有下参数的 打开来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中文的 所以你会发现 哇,这样不就很方便了 几乎以前的开发环境没有这么好用的 因为以前Visual Studio 如果你要英文版 你还要另外安装一个Visual Studio 是英文版的 不然你没办法切换 OK 那Eclipse呢 这地方设计还蛮贴心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捷径上面名称 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什么 这边捷径名称 这个是英文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捷径名称,你把它改成中文的 这样不就好 以后有中文有英文 OK,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第一个先到那个Eclipse网站去搜寻一下 有一个关键叫Babel Babe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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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